从今晚大家晚安 高平洞中东副候选人 野王如玄深陷军户买卖风暴来的 今天接受媒体专访 他讲的基点 第一个没有违法 第二个没有道德瑕疵 第三个他没有利用职务 去做这些事情 再来就是他对自己做了 最高道德的标准 什么意思 他要搬出他跟他先生的 这一高检署的职务 还有他只对朱立伦道歉 只对家人道歉 社会呢 不管怎么样 今天这种说法 其实显现出来他的心态 而这个会决定 社会能不能接受他的说法 我这车里跟各位介绍 前庄五六名 第一位民进党新北市主委 这个政局高兴 罗志诚 主持人大家好 台北市市议员王文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余美美 大家好 资深媒体的欧水定 大家安安 大家好 还有王文威最佳 我们的朱学恒 各位大家好 好 我们来看一看到底 王璐璇的书法 能不能博得社会的同情 还是大家觉得 您越讲越选 叫我们如何能够谅解 来 黄泽 我觉得我对非常多人 都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 我觉得 因为最近的这些 纷纷扰扰的事件 然后我对朱主席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抱歉 然后对我的家人 然后对我的先生 一谈起军宅风波 国民党副总统参选人 王如璇难过全写在脸上 他怎么也想不到 这把火会烧个不停 不但冲击到选情 连家人也全部受到影响 因为他已经决定 要搬出高检署的职务宿舍 我现在出来竞选副总统 所以社会有比较高的 道德标准的要求 社会观感非常重要 那我也觉得 我愿意用高道德标准 来要求我自己 所以我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尽快地搬离 目前的职务宿舍 王如璇快刀斩乱麻 要为宿舍争议直写 不过他要头痛的 还有军宅风波 他在为自己喊冤 强调买卖军宅 一切合法 他买的人 虽然他买的价格 比市场稍微便宜 因为他没办法马上过货 所以他的价格 的确某种程度比较便宜 但是他也承担了相对 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的等待 在我足够的任内 我绝对没有利用我的职权 利用任何的特权 包括我跟我的先生 去从事任何违法买卖 卷存改建住宅的相关的事宜 卷存改建住宅的相关的事宜 卷存改条例24条 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五年之内是不得卖出 他并不是说 你可以买卖 而不能过户 其实他们是错的 是违法 但是没有法则 他们是违法的行为 但是没有受法 你为什么要用妈妈的名字 来跟人家签约 那妈妈变成你的人头了 所以闹了七八天 谁定 他今天的说法 几乎跟第一天完全一样 没有违法问题 道德瑕疵 这个我有点觉得他今天接受美女访问的时候 还有他自己的讲法是矛盾的 为什么呢 既然他说没有不合法的问题 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瑕疵 但是他又说必须要接受更高道德标准的检验 那他为什么要搬出这个所谓的这个检察官的那个宿舍啊 如果你没有任何的道德瑕疵 那么你也可以 你也没有任何高道德标准的瑕疵 对不对 那你就不需要搬出来嘛 那你搬出来的原因就是你认为 这个是高道德的标准的瑕疵 你确实有瑕疵 你知道吗 所以你才要搬出来 为什么这样讲呢 其实从头到尾我们跟各位说啊 合不合法跟合不合适 合不合理是不一样的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 我们在不管在什么时候闯红灯 你都没有违法 你是合法 为什么 你只是违规啊 你知道吗 闯红灯不会给你判刑啊 除非你撞到人啊 要不然的话 你就是花钱了事而已嘛 我可以因为这样讲说 我合法 所以我只是违规 不能这样讲嘛 所以呢 所谓合法不合法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律师 然后他老公是检察官 所以他们在看什么事情的时候 好像都用合不合法 来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那么今天朱立伦主席他所讲的 我也有不同的意见 为什么呢 朱立伦主席他所讲的是说 那么因为啊 他在从事公职之前的时候 跟任何一个民众是一样的 所以呢 他所从事行为都是合法的 都是大家民众都会是从事的 对 没有错 可是如果你要成为 所谓的总统或副总统的 参选人的时候 我们就必须要检视你的过去 而不是说 你只在担任所谓的 这个公职人员 你的公职人员期间的这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你以后 不仅仅是要做所谓的副总统 你有机会 搞不好会成为真正的 被位元首 成为真正的元首 你知道吗 你可以想象 一个要做中华民国总统的人 他竟然会认为 本来应该照顾这些军人子弟 还有军舰这些老农民 被他们的所谓的这些弱势团体 所以给他们的军舰 他这样应用其他的合法 而不合理的手段呢 我去买卖 赚中间的差价 你可以想象 他认为说这没什么呀 他认为这没有什么 我告诉各位 我觉得是个态度的问题 就好像你在双北都有房子 你有这么多户的房子 那么你认为说 环河北路会塞车 所以板桥的房子呢 你宁可两万块租给人家 那我另外来使用 包括法务部长都说了嘛 罗英学都说 是合法使用的 检察官的诉讼 诉讼嘛 那你知道吗 那我想问一下 法务部长罗英学啊 全台湾所有的基层检察官 因为检察官是你管的嘛 法务部管的 每个人都配有 能够配进去所谓的宿舍吗 没有吧 配不到 所以你还要补贴他们嘛 不是这样吗 那为什么不可以让出来 给更多 有理想有报复 但是就是因为 他是基层检察官 而分配不到房间嘛 所以我告诉各位 这是个态度的问题 当我听到他今天说 我们一切是合法 道德没有任何瑕疵 也就是直到如今为止 他道歉的对象是说 我造成你们的困扰而已 他到现在都没有认为 自己的过去买卖 均载这些是有问题的 而且我告诉各位啦 那既然如此 我们现在要检验的是 他一辈子 不是只有当劳委会主委以后 那到底到现在为止 你说名下登记只有三副 可是你之前买卖 已经有两副 获利740万嘛 你说这个不叫套利 不叫卖屋套利 那叫什么 那你还到底有没有其他的 你为什么不做一次工程之后 既然你认为是合法的嘛 你就把他一次讲清楚 其实就没有事了 不是吗 宏威他今天已经释出的 某种程度的善意跟潜意 我对自己用高标准 所以我搬出宿舍 这个人不能博得人民桌 有诚意 这种感想 我觉得这个事件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因为房价很高 那有很多年轻人甚至找不到工作 更不要说买房子 所以任何政治人物 如果牵涉到这个房屋的问题 买卖的问题 他事实上就会变得非常敏感 那而且也会影响到 所谓的社会观感 那现在王如玄 他可能面临的问题 就是说他跟他先生 在买这个眷村改建的这个房子 那这个部分 其实在市场上 因为我自己跑财经 其实我非常清楚 在眷村改建的过程里面 像我们的选区也有 那他确实有买卖交易 那这里面他其实不牵涉到说 今天他有特定的特权 那所以他今天有特别做一个解释 也就是说 他买卖这个眷村改建的房子 并不是因为今天 如果他是国防部的官员 他是退府会的官员 或者他们有涉及到 像这些眷设的部分 那他就有涉及到 他用他的职务的方便 或者用特权来买卖 但是他没有 现在大众在问是说 到底没有过 五年必锁其没过之前 对对 有没有违法 刚才比如说像那个 段宜康委员说 他认定有违法 那这件事情 曾经就是他先生的关系 就是有人告到了监察院 那监察院是由前林会军 是台联所推荐的 前林会军的委员来做调查的 他最后调查的结果 针对他先生买这个卷宅 因为他那个时候又是 他买了之后呢 又转给他的那个妹妹 监察院说没有违法的问题 但是监察院有回过来讲说 国防部这个制度 是应该要检讨的 所以为什么他还讲说 没有违法问题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报告 我刚刚讲说 因为你牵涉到房屋 或者是住职务眷色 那很多人就会认为说 尤其你在这个选举的时候 或者大家觉得 你的社会观感的问题 那现在王如玄被行诉成 是一个贪小便宜 然后很爱买卖房子 甚至呢 会欺压弱势来做理财的人 刚才瑞德有一句话 讲得很好 检验王如玄 要做他一生中的检验 我要讲的就是说 王如玄现在深陷 这个泥闹中 没有办法爬出来 可是我觉得有一些事情 我觉得还是要提 王如玄是第一个 帮外劳被性侵打官司的律师 外劳他是强势吗 他是最弱势 如果他爱钱 他如果欺压弱势 他不会帮外劳打官司 那还有一个案子 那个瑞德定最清楚 邓如文 当时杀夫案 他是被家暴的 一个妇女 而他帮邓如文打官司 不是只有邓如文 他帮很多当时非常可怜的 妇女去打官司 所以我要讲的是 大家也许可以觉得说 王如玄你们两个夫妇 一直在买卷称改建的 好像你们很爱买卖 然后获利理财 但是我要讲说 这个在这个 现在房价高涨的时候 那特别还要选副总统 大家会去检验他 我觉得因为进厨房 就不要怕热 了解 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如果王如玄是一个贪财 贪小便宜 要欺负弱势的话 那么过去 过去他就不会 帮最弱势的外劳 他不会帮最弱势的 被家暴的妇女 在公益性的打官司 我觉得要看一个人 要看全面 这里面的逻辑 有讨论的这样子 来 雪恒 我觉得宏慧姐讲的这个部分 稍稍忽略了一件事情是 人有多面性 没有说做公益的人 永远不会贪小便宜 也没有说争取劳权或负权的人 永远不会想办法赚钱 这个东西是不相干的 因为我可以在这边帮助弱势 但我也可以利用别的机会 想办法多赚一点钱 但他没有用那个特权 或者职务的一个权力 我这样讲好了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 特权在这里已经不是重点了 这里我们讨论的哲学 或道德标准 远高于有没有特权 今天在捷运上 有一个 我们之前大家经常讨论 博爱座 那你今天无病无痛 你坐在上面 严格来说 其实没有问题 但为什么大家会用 异样的眼光看 是因为觉得 好像不对 违反原意 可是我认为 这个时候还好 但如果上来好几个孕妇 你无病无痛 又很年轻 还坐在那边 不站起来让位 那就有争议了 所以这一次 王龙璇可能到现在都没有明白 我认为 他跟你讲说 我昨天已经让过两次位 是 不只如此 他现在还没有明白问题的真正 癥结点是 第一个 你不能讲说 不好意思 我昨天扶老婆婆过马路 三次 所以我今天可以拿来 来抵消 这个第一不对 第二个是 这个福利如果原先不是针对你 你利用这个福利来为自己谋利 你就有道德上的瑕疵 我甚至不能讲说你犯大错 但是这是不是道德上瑕疵 是 因为眷户这本来就是照顾军人跟军人的家属 那请问王若璇是军人或是军人的家属吗 他都不是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获利 是 他帮妹妹买是不是违反了我们一般人认为不该做人头的这件事情 也是 而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认为王若璇坦荡荡的说自己毫无道德瑕疵 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是 我们在座每个人坦白讲 我都不敢 讲说我没有道德瑕疵 我瑕疵超多的 搞不好比道德还要多 但问题是像王若璇已经做过这样的事情 他这也在媒体上自己讲了之后 他到现在还不认为拿到一个不属于你的福利 并且以之来获利是一个道德瑕疵的话 那我不知道到底要怎么讨论这件事情是 难道王若璇以前是用比较低的道德标准 检验自己在当老委会的时候的福利吗 那至于是不是贪小便宜 让我再仔细说明一下 你今天在住在那个官社固然是你的权利 有很多没有其他房舍 或者没有其他地方可以租 或者其他地方租用比较贵的那些检察官 或者是检察官的眷属 我觉得可以 没有问题 但王若璇手上有多少房子 他有多少地方可以去住 他今天选择拿了公家的福利 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租了这个房子 而且觉得理所当然没有道德瑕疵 我觉得我们大家心中都有一把尺 你当然可以百分之百讲说 这个完全没有违法 但如果这个社会只用法律来检证的话 我们就不会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我们会变成讲诸非法莫作众合法多刑 那问题是社会不是这个样子 我觉得持平而论 王若璇到目前为止还很坚持 毫无道德瑕疵我真的不能理解 他应该要赶快危机处理 该道歉要道歉 该做的事情要做 否则这真的会一直延烧 因为他的态度让人不能接受 但是他告诉你 我们这也是有风险的 第一个 第二个他说 我绝对没有这白纸黑纸 我绝对没有利用职务 也就是说 我实在那时候身份已经是主委了 我没有利用这个职务 去做这件事情 第三个 红维讲了 他嘴巴没有讲出来 他以前做了多少的公益人权事件 你们要求怎么这么高 没有被检验以前 我非常尊敬王如璇 曾经有人权律师的官环 但是我必须说 他接受检验之后 尤其他今天这个态度 我不客气的讲 王如璇说自己没有违法 没有道德瑕疵 对 你没有违法 只有脱法 你的态度 没有道德瑕疵 只有道德低落 我必须要这样讲 他说他没有特权 什么叫特权 我们就分三块来讲 第一个请问军券素 军券这个券设改建 如果今天你不嫌熟于法律 这个大家都知道有风险 大家都知道五年必所齐 也都知道说这是为了国家 为了照顾这些弱势的农民 就是军人 给他们安生立命的地方 结果你这样子 人家是一辈子可能只有一户 你可以一辈子进出好几户 到目前为止 你是用来理财 你再请问一下 券改基金 有没有要让全体纳税人钱 有吧 你占了全体纳税人的便宜 那这里面你有没有运用你知识 法律知识的特权 一般人不敢用啊 你懂法律啊 所以你什么法律抗法啊 你脱法行为不是吗 专法律漏洞 这不是利用知识的特权 这是什么 第二块 职务的宿舍 我请问一下 天底下有这么荒谬的事情吗 别人这个可能申请宿舍 不容易申请得到 你已经有房子了 你要去占那个便宜 一个月六百块的租金 然后更离谱的是 你先生这个在高检署的时候 这高检署的宿舍 调到法务部 随人转的 变成法务部的 再拨回来高检署 宿舍要随着你拨回来变成高检署 请问全中华民国的检察官 有谁 有这样子的待遇 这不叫植物上特权 这叫什么 第三个 山坡地的问题 我也生眼睛没看过 几年前买 如果几年后 我叫你买回去 地主乖乖的买回去 还这个整地的费用还给你 还要再添价钱过去 请问一下 这里面难道没有说 名不与官道 害怕你是大律师 害怕你先生是检察官 所以我鼻子摸摸 我知道再买回来吗 这里面难道没有 你知识上的 甚至于你植物上面 你的特权存在吗 但是面对众口悠悠 今天问题不再大想 再态度啦 我今天必须要说 你的感觉离人民真的很远 你今天说你用高道德来检验自己 如果你真的用高道德检验自己 我觉得王如雪女士 副总统参选人 你今天就不会是这个态度 你今天这个态度是 我完全没有错 我非常的委屈 我不客气地讲 我觉得你真的是够了耶 有些东西你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 还是用高道德来标准来检验自己吗 我觉得你真的是亵渎了高道德这三个字 所以 这个智能律师在建议里面 今天他跟朱立仁双双接受访问 朱立仁当然讲了 瞎不掩瑜 可是王如璇的这些说法刚刚讲的 能不能为这件事情直选 从你的观点来看 我们讲危机要让它扩大很简单 要把它这个压住是不太容易 可是王如雪只要继续这样子凹下去的话 我认为这个危机不会减少 而且会不断再扩大 事实上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并没有要求他是一个圣人 不会有人要求他是一个圣人 我们希望他用一般人的道德标准来看就可以了 坦白讲会炒作君宅的 绝对是社会里面的少数少数 有这个能力 甚至眼光独到 甚至有特殊管道才能买得到 多数人是不会炒这个东西 一方面他没有这个管道 一方面他也觉得这个很不道德 随便举例来讲 这个五年毕所席不能卖 但事实上他事实上已经买了 只如果说不能过户而已 那我们就要问 所以事实上他是卖的 到底有没有违反 当然有啊 就算没有违法 他也是脱法在玩法嘛 他至少是脱法玩法行为 就好像我今天买的东西 然后已经买了拿到我手上了 只是没有过户而已啊 实际上就是已经完成买卖了 只是法律上不容许 所以他用一个所谓债权的关系 到五年之后才正式完成购物登记 简单讲 那毕所期五年 难道是原来卖的人继续住吗 不是嘛 东西已经到你手上了 所以实质上已经完成买卖了 有没有违法 大家可以讨论 但只是法律上不构成违法 但事实上 他已经就是一个所谓买卖的行为 已经完成了 他是玩法嘛 可是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刚才美美已经提到了 如果今天你说没有特权 只因为他没有在所谓的 劳委会主委任内进行这些买卖 就认为他没有特权吗 我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们讲 举个例子 这样讲三坡地的问题啊 哪一个人可以买了人家三坡地之后 然后觉得有些问题是卖回去 人家可以买回来的 对 还加价买回来 还加价买回来呢 谁有这种权利 你刚才讲他有风险 他认为没有风险啊 谁敢去得罪一个检察官 谁敢去得罪一个大律师 他认为他敢这么做 他认为他没有风险 君子也是一样 三坡地也是一样 所以扣谁啦 什么事 别不敢动他 所以我觉得他得了一次便宜之后 第二次第三次继续卖 所以才会有第三间 第四间第五间才会出现嘛 他认为对他来讲 如果高风险的话 他不会这样玩 他认为来讲 是低风险的一个投资 所以扣谁 可能是大家今天的一些反应 我们就先到这里 休息一下 我们继续 谢谢 好 朱立伦跟王如玄 启动危机处理机制 今天传说中的 苗栗的那位 消信弟子出面了 出面 看起来有帮他 厘清一些问题 但有没有带来新的问题 我们看一下 草木服输 环境清幽 苗栗南庄这块山坡地 就是被国民党立委 罗书磊爆料 自家副总统参选人 王如玄 炒作的山坡地 消信地主出面 证实王如玄 的确曾经是这块地的主人 应该是他公公的名字 那谁出的钱 我怎么知道谁出的钱 那王如玄有出面 他公公给你接下来 是王如玄给你接下来 是老师 知己心老师 所以你也没跟王如玄碰碰面 有 有碰碰面 当时价格卖多少给他年纪的 这么久了 记不太清楚了 像是300多的样子 王如玄用公公的名字 买下这块山坡地 甚至还砸大钱整地 就是要让长辈退休之后过生活 罗书磊指控 2012年爆发苏家泉 农社争议之后 王如玄担心 惹火上升 竟然要求原地主 以三倍价格买回 他开发所花费了一些费用 全部都嫁进去 这样子来给他买 那时候地主是有来跟我投诉 那是害怕 不想惹他 所以就把他买回去 他跟我买的时候是律师 后来就当劳委会主委 就比较忙 就比较少来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公公医療方面在这边 比较不方便要回去 那我们买回来的价钱 当然还是 加了整理费 整理土地 你买回来价格没有外传三倍 没有没有没有 好没有没有没有三倍 那是两倍半还是怎么样 那不管怎么样 既然出来厘清 那么我们来对照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是王如玄 苗栗买地 地主有没有帮他澄清 我们看一下 消信地主说 有关于卖回来的价钱 消信地主 有啦有加价买回 价值多少 买奇了 那国民党这边有他的说法 他说原售价加上整地的费用 但是既然王如玄告诉国民党 为什么没有把价钱给透露出来 有什么问题吗 这边忘掉了 这边不讲价钱 好 那么购地的原价到底是多少 那个地主说好像是三百多万 结果国民党这边也没说出来 到底是什么问题 再来那为什么要买怀 王如玄说 你这个有这个清倒废弃土啊 等等啊 违法开发 结果消信地主想说 没有这件事啊 是奔落土石 国民党这边原地主违法开发 清倒废弃物 这边消信地主不买账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卖回去的 小信东差不多是六七年前了 国民党说的是2007年购买 非常清楚的 2007年购买 2010年卖回 我们一个一个给他看 主要的试点 没有一个可以两个对得起来 谁定 是 假价买回是有 但是价钱忘记的 结果这边也不讲出来 为什么不能讲出来 我希望有这样的地主啊 或是有这样的建设公司 麻烦跟我联络一下 为什么啦 我们买的房子 或买的土地呢 未来有到一日几年后呢 突然间觉得不适合 那包括我已经整修过了 我已经怎么样了 还可以把我价价买回去啊 原价价价 但是你相信 卖回去的价钱 忘记了 问题就在这个地方 我刚刚已经呼吁跟我联络 对不对 我相信不会有人跟我联络的 为什么除了消信地主之外 全台湾倒没有那么好的地主啊 这个 那是几年前的事情 也没有几年前啊 突然间他就记不起来 你很奇怪 你记得最原始的时候 买是三百多万 你却不记得 你加价买回来的钱是多少钱 显然可能是记忆力不好 或是另有苦衷了 这我们可以体谅了 这个王鲁选曾经说过 大家当老委会主委了以后呢 他就没有再进行这个军宅的买卖 那我请你这块地 在买的时候不是老委会主委 但是他卖的时候呢 卖的时候是不是在老委会主委的任内卖的呢 还有我告诉各位啦 如果前面的事情军宅 你肯在第一时间出来跟大家说 不好意思 虽然合法 但是这样社会观看不好 跟大家道个歉 就没有事了 就不会有人要 双出来这个地的事情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一开始地主出来 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各位今天的媒体报道是怎样 今天晚报是直接劈头就要讲说 当时王鲁选说 他退休后要来这里住 但是登记的时候是他公共的名下 这个不禁让我们突然间 我们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必须用比较高的道德标准 就好像军宅有一户说 是为了妹妹买 有说是为了这个妈妈买 你还借了760万给妈妈 然后在逐年用免费赠予的方式弄掉 我不知道耶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 在买卖房地产 包括动产不动产的过程当中 有一种东西叫做人头 人头是合法的 只要你不被人家查出来 其实都是合法的 是 所以呢 在这个土地上面 我就不懂 为什么 为什么当时人家找你去的时候 更好玩的是 那你说你没有跟罗书的一起去 罗书人怎么会知道这块地的呢 对不对 那罗书人是莫名其妙 只是人家跟他曾经 不 他还亲自去看过嘛 是 最后因为不合适 不合法 可是那你在什么时候 把它卖掉呢 确实2012年的时候 那是所谓苏 苏家权爆发那个农舍争议点的时候 你去把它卖掉 所以呢 有一种东西叫做瓜田理下 我都觉得王卢玄很可惜了 因为不管他以前做得多好 他对邓努文辩护 他为出身的所谓的加报法努力 这我都给他鼓掌 那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 可是 我们现在当时看到为弱势发生的律师啊 现在包括这些房地产 憨不当当 昨天突然间我们把他算一下 他的市价吓一大跳 即便他老公是检察官 现在是政风处长 即便他是明律师 也当过老委会主委 可是他们现在明显的财产 逼近两亿啊 你知道吗 这两亿里面 有没有用所谓的红单买卖 用这个所谓的军宅不断的买卖 在你所谓的合法的情况之下 那里面谋取的这些利益 没有爆出来了 到底还有多少 你能不能一次讲清楚说明白 那个洪辉 既然国民党出面来帮他讲话 为什么不能直接就把清楚的 把建建讲出来 双方一对 结果一方说忘记 忘记的 难道王如玄也忘记了吗 就我所了解 因为王如玄确实对于这个 后来这个再卖回的价钱 他真的是没有记清楚 他总有契约吧 不是 所以我要讲就是说 第一个刚刚讲说 他公公的问题 其实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最麻烦的就是好像 我讲的不好听 死无对证 就是说到底谁能够帮他去证明一些事情 包含施季清老师 那跟他非常要好 但施季清老师也没有办法来帮他证明 他手上没有任何白纸黑字 我要讲就是说 像他公公 因为他公公也过世了 那这个孝信地主呢 如果说今天是据我所知道 并不是王如玄找他来 说来帮他 你来帮我澄清一下 帮我消毒一下 帮我直血一下 是媒体非常厉害 找到这样的 找到这位孝信地主 去问他一些事情 那当然你可能觉得说 怎么都对不起来 但是我觉得这里面 起码 其实因为我们原来也是听 王如玄的一个片面的说法 我们也不认识那个孝信地主 我刚刚讲 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问事 我们不管孝信地主 没有没有 国民党既然 不是现在很多人想之后 我们的意思是说 既然要宣布这一些 这讲清楚吗 为什么原地 购地的原价 国民党不讲 我必须要讲就是说 因为他有些是 透过发言人系统 因为发言人系统 一定要王如玄自己 很清楚知道 这些的数字 就像我们如果当发言人 如果你没有告诉我清楚 对不起 又不是我帮你卖 也不是我帮你卖 但是我知道吧 你的说法把它呈现出来 那我意思就是说 今天大家对他的 这个买卖的土地 买卖房地产 有一些 我刚刚讲说 有一些社会观感的问题 但是我们也回过头来 比如说他今天说 他会在最短的时间 搬出植物宿舍 那大家会觉得说 哎呀你好像 也没有什么道歉 等等之类 有关于植物宿舍的部分 我要讲一下 也就是事实上在之前 大家都记得台北市 曾经发 就是前一阵子 那个陈明迅 就是那个研考会主委 为什么要离开呢 后来就爆发说 也有好几位 我们有六位首长 在台北市都有房子 或者在新北市有房子 然后还住在 我们的豪华的台北市的 首长宿舍里面 好那同样的 今天王如贤碰到 这样的问题 那这个随便是 他的先生的职务宿舍 因为他在那边住了十年 王如贤他其实 因为他是老委会的主委 他可以住在哪里 按照他主委 他是可以配给他的是在 大安森林公园 对面更豪华的首长宿舍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 那个应该叫新一大楼 更豪华 但是他没有 但是就是得说配合先生 住在这个职务宿舍里面 所以现在但因为大家觉得说 不论如何大家觉得 因为你这个好像一个月 他的月租费很便宜 然后你有房子 所以回应社会一个观感问题 我要讲就是说 这里面没有违法 这违法是 有没有违法是监察院查过 如果监察院都认为有违法 我们今天也不能去硬拗说 他没有违法 但是确实有社会观感的问题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今天不能说 今天找到消息地图 消息地图跟他 跟他什么 大家 你也故意不讲 我也不讲 我们真的不晓得 媒体这么厉害 找到消息地图 其实这边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很多人就问 既然要国民党出来说 国民党资讯是从哪里来 按照您说的是王儒璇 那为什么王儒璇 不直接出来说 一次感受一下 我觉得这个问题已经严重到让大家觉得 王儒璇有一种东西叫现实扭曲立场 就很多东西大家先身上之后会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结果 我想很多人都知道Costco大家经常讲说他什么东西都可以退 那个鸡蛋吃一盒吃到一半可以退 牛肉吃到一半可以退 所以很多人抱怨这个退货 到底是不是你消费者应有的权利 我们拿Costco来举例好了 今天有一个人 Costco买了一颗蛋 打开来之后 在锅上煎一煎 撒了一些盐 然后他突然想退了 他拿去退给Costco的店员说 今天我不但要退这颗蛋 我撒上去盐的钱 你也要再多退给我 还有坐个计程车来回也要讲 更荒谬的就是 结果Costco这位店员竟然点头说 好没有问题 就连盐的钱一起退给你 然后更妙的是 十天之后像我这种无聊拉仔 觉得说这事情太离奇了 我一定要去问一下 两兆一问 没有人记得退了多少钱 那这事情到底有多夸张呢 就是之前的流程已经很不合理 然后结果双方竟然真的成交退了钱 退完之后 没有人知道记得或是愿意讲 这中间有多少钱 更重要是现实扭曲立场不止这一辙 你想想看老委会主委 他的相关财务状况 需要公开经过监委来查核 监察院要查核的嘛 结果你在买房子的时候 竟然因为某种原因是由你出面帮你妹妹买 然后买了之后在你过户给你妹妹 这中间所有流程在正常状况下 如果是你妹妹买完全没有人会知道 那为什么不直接由她妹妹去买 所以我们上次有讲啊 她妹妹可能身份很敏感 也许是外国情报员或者是别国的卧底之类的 所以不可以买房子 没有我觉得你知道讲到这边大家都想笑的原因是因为 这不合理啊 我跟你讲世界上所有不合理的事情 背后都有某种合理 但不能告诉你的原因 我觉得对洪卫姐很无奈的事情是 大家也都知道这说法不合理 可是没有人能够替他辩解啊 王如泉如果持续坚持这个说法 说地主也忘记 我也忘记 那我合理怀疑就是说谎 你怎么不能回去查一下 你当年拨了多少钱 是 这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面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那为什么要人家把地买回去呢 好 王如泉给国民党的书法是说 因为原地主违法开发清道废弃物 哎 地主吞不下去哦 地主怎么说 没这件事 是奔落土石 为什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假设啦 如果当初用这个原因 那地主为什么现在要说没这件事 洪卫 我觉得这个地方是 其实卢玄应该出来跟大家讲一下 我觉得那也许有很多议论 但我就说 但是你可以这样 正是我刚刚讲的 这两个没有串供的问题 因为要串的话就从头串到尾了嘛 对不对 没有人说串供 所以我才讲 两个人有一个人说谎 我的意思是 所以我才讲说 在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 包含他有买回 有没有什么被欺压 那例子说没有啦 就因为种种原因 那如果 如果说今天是串供 就应该 他就应该帮他一路的掩饰下去 可见我觉得在 至少在这个 他把它卖回给地主 或者是说因为公共的关系 因为公共 他不讲他说公共因为医疗的关系 可能是没有办法住在这里 所以他也觉得说 我今天没有办法继续用这块地 以后公共也不能一起搬过来 我觉得这个部分至少 我至少到目前为止 这些部分是兜得起来的 并没有是说好像 好像之前都是 妹妹 兜得起来吗 对不起 我实在是觉得不太听得下去 我觉得我非常狐疑 当初他为什么买这块地 其实曾经受访过 他说他很向往采菊东临下 悠然见难上生活 他想要在那边退休 是他 这里面完全没说到他公共 包括罗淑雷 人家有去讲 他说有记者问说 他说是帮他公共买 他说没有啊 当初找我的时候 就说是他要自己退休 要用的 那甚至于罗淑雷进一步讲 说那时候刚好苏家全农色案爆发了 而且罗淑雷一开始就觉得说 那是有问题的 所以他不要 那因为这个农色案爆发以后呢 他才这个王儒 那个王儒选 可能觉得不妥 才叫原地主买回来 这个时机点太敏感了 所以 而且再加上 如果真的要买给公共退休 是他跟施济青手吧 就 公共要买下来 跟施济青在那边退休 我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这什么逻辑合理性 真的想象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 我今天必须要跟王儒选 很正式的说 说一个谎 你要用更多的谎来源 你一个军宅案 刚开始说你那一户是要自己住的 等到上完这广播电台 你要说不是 我不止一户 他改口说是给妹妹的 后来又说什么 又多一户 又说是妈妈的 现在又什么什么 你到底有几户 你一开始你像切香肠式的 你知道吗 挤牙膏式的 挤到哪边 你说到哪边 你一个谎以后 所以他学聪明啊 你问他世贸新陈 他死都不讲啊 对不对 因为讲了可能破绽更多啊 那我们也是说 你为什么不一次说清楚呢 讲明白呢 今天这个地的问题 也很容易嘛 做律师的每个人 老实说 一定都把契约留下来习惯 就请你把当初 打的契约拿出来 不就清清楚楚嘛 你当初你怎么买的 你又怎么卖回去的 那就大家一翻 对不对 这个两瞪眼啊 没有话说了嘛 信销的更不必出面 对了 就不必出面了嘛 所以我会觉得说 王儒选 你今天 你这个态度 然后你又说 你自己没有道德瑕疵 但是你每一句话 你每一个过程里头 让我们是觉得说 你留下更多的疑点 那就像学恒所说的 这个每一个不合理背后 那请问后面 其实藏着多少 其实是合理的 但不能说的秘密 因为那秘密一说出来 天哪 可能更不堪 有没有逃漏税的问题 有没有玩法的问题 有太多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 王儒选 你可能是不敢面对 但是你越不敢面对的结果 我必须要告诉你 你可能会让滚雪球越滚越大 诚实是最上策 一定还有人要讲话 我们下一段继续谈 不好意思 这边先休息一下 多谢 郑成兄 您在这个政治里面这么久 这个是一个成功的危机处理吗 当然不是一个 而且是让危机在扩大当中 其实他只要讲说 他到300万买了之后 多少钱卖回去 这样就好了 这数字拿到真的查不出来吗 其实不查 我们帮大家查就好了 很简单 他2008年到2012年 通通是劳委会的主委 他每年都要做财产申报 这个资料一定有嘛 一定调得出嘛 你不讲别人就帮你查啦 再举个例子来讲 刚才瑞德讲到一个重点 他买的时候 2000年千年 的确就是一届平民 对不对 2010年卖掉的时候 警告那时候是劳委会的主委 换句话说 劳委会主委要卖回去给你 他以那个身份 有没有借势 有没有借端 然后逼迫地主要买回去 但地主现在不敢讲啦 可很清楚啦 他是在劳委会主委任内 把土地要重新卖回去给你地主 这个就有很多联想空间啦 那时候已经不是 他老公是检察官的问题了 而他是一个政府的官员 而是一个部长级的官员 这时候民众会怎么想 人家不回家我呢 我感觉说say no 这就是一个问题啦 再举个例子来讲 炒房的问题 到底有没有违法 我想社会只有一个新政啦 就算没有违法 但事实上你在玩法 在脱法 在弄法 讲白点 好听点叫投资理财 难听点就是炒房 而炒房确实是个社会上 很多年轻人不能接受的东西嘛 炒房这是事实啊 他的确从中获利啊 十年赚780万 你可能觉得没什么 可是我跟各位讲 台湾有哪个行业 十年可以赚一倍的价钱 赚七成以上的获利 房子是房地产 就是其中一个嘛 他说750万 你就相信750万 搞不好更多啦 但是不可否认就是说 王如晨所做这些事情 在道德上绝对是有瑕疵的 可是他现在先公开讲说 没有任何的瑕疵 反而他说 我现在用高道德标准告诉你 这些东西啊 是我委屈了 他这个心态就让人家觉得 最大问题是他认为他很委屈 这才是大家不能接受的地方 我那个补充一下 我觉得刚才那个罗伟讲的很对啊 因为他自己就2007年到2010年 他是老委会主委 他先生也是检察官 都必须要财产申报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 因为他非常有信心 有把握就是一切 可以摊在阳光之下 也就是说他都有依法申报 所以我觉得任何对他 这些交易有兴趣的话 那可以去查 就是他在到底他 老委会主委 他有没有去掩饰 或者是掩藏 那我还是要讲一下 就是说这块地 大家都会怀疑说 他公共是人头 包括他买这个眷村改建的部分 那说是妈妈当人头 我愿我自己也为人子女 像我们老讲 我们没有父爸爸跟父妈妈 如果我们打拼一辈子 如果说在父母晚年的时候 愿意就是父母 这个子女帮妈妈买房子 或者能够帮爸爸买一个 退休的一个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其实 我有时候会觉得 我们自己都觉得做得不够不足 因为他真的没有父爸爸跟父妈妈 去借他钱 给他很多的财产 我不要讲一些政治人物 所以他就会 他就自己就很有钱 他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我还是要讲就是说 大家可以对于他 这个很频繁的进出房地产 大家觉得说在这个时候 你好像拿这个理财 拿这个获利 但是我觉得有些在这个一下 有些子女对父母的一些 这种恩情的部分 我觉得要做这样的追杀 我觉得对政治人物恐怕 谁无父母 这点没有问题 不是不是 我们有一件事情 就是宏威你知道吗 他那个建华新城是不是 那个你知道现在那个 真的是这个王妈妈住在那边吗 还是那房子根本租出去的呢 他妈妈真的有住 他妈妈有住 他妹妹也有住 这个是确定的 这个为人谁没父母 这点没有疑虑 但是他买的是军户 我们前面才讲 到底谁可以买得到 我们来我们就要看这一张资讯 有刚讲到这个建华新城 购入的时程 2004年王儒玄就已经以母亲的名字购买了 不好意思 隔年才完工 他2004年就买得到了 到了2006年 袁眷户这位齐先生 他才去登记产权 也就2006年的7月19号 王儒玄在以母亲的名字签订的契约 到了2012年产权就转移给他先生的名下 2012年6月14号 我先问一下水中 你社会记者做的故事 你给他找问一下 是 2005才完工的建华新城 2004年就可以知道 要用妈妈的名字去买 而且他知道到哪里去买 知道找谁买 这个一般能做得到吗 表示他有一个内线 这内线当然不一定是非法的 但是他有一个内线得知一个 等于说线报情报 然后可以事先 不管你买的是什么 这个在所谓的军宅的改建的过程当中 最多买的是权利 俗称红单 然后事实上 今天这件事情 我可以直接在那边跟各位报告 曾经有一位电视台的女记者 跟我很熟一个女记者 找我来要投资这个东西 但是我拒绝了 为什么呢 因为军宅的投资 你自己本身 这个东西是给弱势团体的 你知道吗 那所以我当时就拒绝了 有人有特定的这一个 等于说管道 他可以知道哪些哪些 那不客气说 军宅的改建 真的就是为了 他用的是公告地价 他那个地价是非常便宜的 你以民生社区来讲 欧鲁选不是说 他投资新店中正 这个等于中正路的 上面的两副 十年赚了740万 他说不是套利 可你知道吗 这740万的这个获利 已经超过当时 他买了一副560万 所以他已经赚了 超过一副以上的钱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 要告诉各位就是说 你不能把你的快乐 建筑在别人可能的痛苦上面 因为这些人 你当你买到权利的时候 你其实盖好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搬 这个房子就属于你了 别人是不能住进去的 你知道吗 这个房子就属于你了 只是你可以决定 你要卖给别人 还是我自己到时候过户 我自己住 这五年起满 这样子而已 这个东西有很严重的道德上面的瑕疵 其实我告诉各位 王儒璇如果第一时间 刚刚宏慧不是讲说 所有的东西公布不就好了吗 对啊 所有的东西包括土地 包括房屋 我们现在非常的希望 也很渴望 那个没有任何道德瑕疵的王儒璇 你从以前到现在 到底买卖过多少 列个表出来 整个金额什么什么呢 不要忘记啊 OK 那个土地不是用他的钱哦 是 那个土地是用公共的名义哦 现在有一个名字叫谢慧珍 这个名字到现在 这个人还没有出来 但是他先生是农民农券基金会 我们其实要问的 哎 是 学肯 有谁有这个办法在 完工之前就可以找得到人 去购买 你告诉我 我先稍稍补补充一下 前面我本来想讲的 就是确实谁无父母 谁无子女 子女孝顺买房子 给父母 天经地义算是非常孝顺 但是等等 看看那个时间表 你会不会觉得有一件事情 很奇怪 这么孝顺的王儒璇 后来把给他妈的房子 给他老公了 孝顺在哪里 是哪里很孝顺 后来这房子不是他妈的 是他老公的 这不觉得很 就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就都不转 不爱我母更爱吴呼 好 那我就不要深入追究的事情 反正他家孝顺 你好坏 他家孝顺 好 大家都讨厌我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那最后我们要讲 就刚刚谢老师问的真正问题 是这背后你首先必须要知道 眷服处 这一个组织 那眷服处因为 是由眷服处告知谁能够获得眷设 然后谁什么时候可以完工 你什么时候要付钱 那严格来讲 这中间除了当事眷户之外 照说是不该有除了眷服处跟当事眷户之外的两个人知道 因为不能在五年正转换 所以大部分的眷户是没有那个胆子在还没拿到房子之前就到市场上去抛售 多半都是主动被接洽 你没听过海蟑螂吗 谢慧珍这三个字其实是蛮关键的 在那边处理了好几件 大概只有三件 不应该知道 可是一定有人告诉他嘛 那直接讲明 我还是想要问 这个孝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如果你的孝道是这么奇妙的一件事情 譬如说人家找你一起退休 然后你说那我公公也要来 然后过去 好 孝道 孝道 但你后来又把这个三破地退掉了 那孝道在哪里呢 公平 这样公平啊 猫妈的也没有 公公也没有公平 那这样子到底怎么样叫做孝道 我觉得在这个时候 大家就觉得很困惑了 我不能解释这个问题到底怎么一回事 是 OK 好